載據等等,然後進入到一個網路虛擬的世界 我們在浩瀚的網路裡面,去尋找我們有興趣 或我們可以尋找的一些知識,來去做一些學習跟練習 好,那今天接下來在未來的第二檔 在接下來的這檔課當中呢 我會跟程式的面向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對VR這個體感技術的一個成績式的教學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也會跟各位分享我們這一個最新的產品 其實是從去年的年底,然後大概目前還差不多快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上市快一年的時間 那得到非常多的學校以及一些部分的單位 非常多認同以及支持 然後我們也在國際書展做了這樣子一個陸珠式的一個呈現 那也當天我們針對500位的一個使用學習者 然後來做了一個市場的一個調查 然後聽聽看大家學生或者一些使用者他們的一個心得的反饋 然後再來呢,還有就是我們怎麼樣把這樣子一個科技性的一個產品 導入到英文的教學裡面 然後呢,還能夠去幫助學校或老師們去檢視他的性度跟效果 以及在教學的目標上面去怎麼樣做一個應用 那在單位的部分我們也都會去提到 最後最後當然是最重要的 我們叫體感嘛 當然就是要讓你們去真實的去感受到 透過360度的一個曾經是學習 怎麼樣應用在VR的這個裝置裡面 各位同學,對於VR或不通聲 還是你們都已經有玩過 有沒有人玩過VR的經驗 先舉一下手嗎? 來,3,2,1 沒講不定,不舉手 都沒有體驗過嗎? OK